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出鴨肉店小老闆惊觉事态严重 绕人到派出所堵人 店家的这个家人 有到我们派所来 有表达这个 想要跟对方和解的意愿 原来想寻求和解 却遭女方拒绝 排山倒海的复评 灌爆Google评论 一夕之间暴跌剩1.1颗星 吓得店家紧急关闭 没多久复评通通不见 眼间网友发现店家Google评论 4号傍晚重返4.8颗星 今晚调疫情复评消失无踪 内行人说商家只要提出检举 复评恶意不实 就可能满血复活 更衰的是店名同样有王的压肉店 一连两家无端遭网友出征 它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王 那我们店名也一个王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满无奈的感觉 那是一定不可取的 欺骗车会大众 奇怪的是接连冒出新的粉丝专业 挑起新战火后又求饶 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无法证实是否为铜肩店 面对批评声浪被网友称为 毛奇哥的压肉店小老板 并未露面解释 让外界雾里看花 三连新闻陈炳豪 外送员取餐被父王压肉店小老板 呛下恐吓 心生恐惧 事发在2号中午11点多 念环工系硕士班的女外送员 两年前开始办公办读 头一次遇到外送争执 却坚守岗位直到当晚七八点下班 到派出所报警 情绪有点激动 他有进来 然后警察看到他之后 就把他带去另外一边这样子 可能怕会起冲突吧 小老板在两人陪同下 到警局想要和解 情绪却很激动 事后外送员把争执影片po网 网友隔空声援为他加油打气 但也有外送员质疑 他餐点太多不愿等待 隔空澄清感谢网友力挺 更有外送员分享 过去同事送餐来父王鸭肉的经验 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问了第二次或可能多问了几次 然后人家就脾气很不好这样 就会不高兴了 对 所以有很多外送员都遇过这样的状况 这个我就不知道 可是好几个朋友都有遇过这样 父王鸭肉店事发后暂停营业 只透过练书致歉 但女外送员心里已留下阴影暂停工作 交由司法处理 三兄李建宇 什么之派的台中报道